女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正被当成狗一样喂养 脖子处也被套上了项圈 另一端则连接着一根锁链 她想尝试挣脱 却发现项圈十分结实 而身后的锁链也是扯得纹丝不动 小美开始大声呼救 但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了一响 刚一探头 戴着面罩的男人就死死盯着自己 她极度害怕 努力地试着想起什么 记得那天她正走在路上 却突然被一群人绑上了车 紧接着对方就将她迷晕了过去 在醒来时 自己就到了这里 因为被拴着狗链 她的活动范围十分受险 就连上厕所 都只能在身后的沟里解决 除此之外 每天定时送来的食物 都是一盘黏糊的黑色颗粒 小美凑近闻后才发现 这竟是一盘狗粮 她极度嫌弃地丢在一边 宁愿饿死也不会再去碰她 可这样的日子仅过了三天 饥饿感就迫使她放弃了理智 但这一次 炼锯人却故意将狗粮放得很远 小美奋力地伸手去够 可还是差了一点 尽管她努力调整姿势 也依旧无济于事 无奈之下 她只能用脚去尝试够回 好在最后这大长腿发挥了作用 刚拿过狗粮 小美就毫不顾忌地大口吃了起来 早已忘记了这本该是狗吃的食物 可吃下还没一会 她便赶到了一阵头晕目悬 在醒来时 正被工作人员用水管交零 她无比愤怒 刚准备问对方到底想要什么 就又被戴上头套 抓回了狗舍 第二天 小美被带到了室外 而操场上的喇叭里 也传来了一声声的训狗指令 见无人看管自己 她决定趁机逃跑 可刚跑没两步 脖子上项圈就泛起红光 紧接着又开始慢慢缩紧 她不顾一切地继续朝围栏跑去 可下一秒 等小美再醒来时 自己又被关回了狗舍 但令她感到意外的是 旁边竟出现了一个男人 这对男女被拴上狗链 像训狗一般被圈养在一起 饿了会有人送来狗粮 活动的范围只在这狭隘的狗舍里 就连上厕所也只能原地解决 唯一还算幸运的就是 两人还能彼此为伴 小美欣慰地伸头看了看对方 男人则一副刚被恐惧缠绕的模样 她说自己叫做小帅 也是被面具人命运绑癌的 谈话间 面具人又送来了狗粮 而现在的小美已经彻底没了尊严 她熟练地端起盘子 淡定地将狗粮大口吃下 一旁的小帅极力劝阻 说食物里很有可能被下了迷药 如果头脑不保持时刻清醒的话 恐怕根本逃不出去 这话恰巧被在门外的面具难听见了 她愤怒地推开门朝里走去 小美害怕地想要劝阻 却被一棒垫晕了过去 而小帅也自然少不了一顿毒打 等小美再醒来时 却意外地发现小帅离自己更近了 这让她感到了一丝安心 她又开始劝对方吃饱了才有力气逃跑 而被饿了几天小帅 也只好暂时妥协 很快 饥饿感就让她觉得这十分美味 甚至两人越来越兴奋 渐渐地产生了幻觉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两人之间已没了间隔 而关系也变得愈加暧昧 眼看就要发生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门外的面具人却突然怒吼 吓得小帅赶忙缩回了自己的狗舍 而小美则满不在乎 可下一秒 脖子上的项圈就又亮起红光 看着无力反抗的两人 面具人渐渐放下了戒备 这天又到了饭点 两人都在熟睡 工作人员则用长棍缓缓地推着狗粮 刚想再推进些时 却被装睡的小帅一把扯过棍子 然后狠狠敲晕了过去 小帅很快拿到钥匙 她解开了两人的锁链 准备带小美逃离这里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在她转身的下一秒 你绝对不敢相信这个女人玩得有多变态 她把暗恋的男人当成狗来圈养 而自己也全程当狗一般陪同 原来这都是小美联合闺蜜及眼睛男 一起做的测试人性的实验 内容正是把人类当成狗来圈养 观察他们的行为变化 为了数据更加准确 小美不惜亲自上阵 原本他们规定 狗粮里只允许添加镇静剂 不可以添加任何迷药 可实验过程中 她却总出现幻觉 这让她不得不怀疑眼睛男 但对方却说 幻觉可能是脱水 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 小美没有追问 又将一切进行了复原 小帅也醒了过来 她疑惑地问 自己明明拿到了钥匙 怎么会还在狗舍 小美则淡定地告诉她 那一切都只是幻觉 这话让小帅顿感觉忘 又过了几天 狗舍里的监控突然没了信号 这让闺蜜对眼镜也产生了怀疑 她找来这次实验的导师 说明情况后想要终止实验 可还没找来小美商量 导师也突然不见了 等在找到对方时 已是一具僵硬的尸体 而下一秒 眼镜突然出现 用一针镇静剂将闺蜜迷晕 等她再醒来时 静和小帅关在了一起 闺蜜有些崩溃 不得已地向对方说出了事情 原来早在一年以前 小美就对小帅一见钟情了 趁着这次实验的机会 她想顺便跟小帅培养感情 可现如今实验逐步失控 因为谁也没有想到 和他们一起完成实验的眼镜 静是个暗恋小美的终极变态 她将小美缓缓推了进来 逼迫她选择按下其中一人的项圈 小美没有犹豫 为了自己暗恋的对象 她还是按下了闺蜜的按钮 可下一秒 静是小帅的项圈开始缩紧 原来眼镜骗了她 正是要她亲手杀了自己爱的人 看着小帅死去 小美情绪有些崩溃 她果断按下自己的项圈 接着又把平板摔坏 眼镜顿时就急了 她可不舍得小美牺牲 于是马上用钥匙帮她解开项圈 可没想到对方直接反击 挣脱束缚后带着闺蜜跑了出去 可不一会后 眼镜就发现了她 正一脸邪笑的逐步靠近时 闺蜜抡起武器 瞬间将她打倒在地 就在你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小美却又突然动手 将闺蜜打倒在地 而她这么做的原因 却只是为了实验曝光后 能有一个人来顶替罪名 毕竟死无对证 所以防火防盗 防闺蜜